欢迎收听《斗破苍穹》第106回 在上一回中我们说到了 行径败露的几个人 在耀老的逼使下终于狗急翘墙 他们所有的人都抽出武器 向硝烟冲了过来 没有理会扑杀而来的两个人 耀老略为沉默之后屈指轻弹 一缕白色火焰从掌心飞速的射出 最后犹如一枚利剑一般 闪电般的洞穿了那位一品炼药师的身体 顿时将是焚烧成了一片灰烬 这犹如杀鸡一般的击杀了一名一品炼药师 耀老的手指 刚欲再次对着那名扑过来的二品炼药师弹动 不过一声轻微的闷响却是让他手指忽然一顿 老梅挑了挑 然后兴致的抬起头来 此时 那名正对着硝烟急速而去的二品炼药师 身体突兀的僵硬在了原地 一口阴红的鲜血从嘴中狂喷出来 缓缓地低着头 一截沾染着刺眼鲜血的森冷剑韧正透胸而出 你 艰难地回过头来 这名二品炼药师死死地盯着那名忽然对自己出手的同伴怨毒的嘶哑说道 你也会死在这里 绝对逃不掉 他不会反过你的 文言 那名脸色有些疯狂的二品炼药师手中的长剑再次狠狠地刺身了一声 然后豁然拔出 鲜血喷射而出 溅满了他的满身 望着那身体逐渐软倒而下的同伴 这名二品炼药师剧烈地深吸了一口气 忽然转头对着药老大喊道 大人 我愿意跟随您 只求您放我一条生路 消炎静静地望着出现在面前的这场有些残酷的窝离反杀戮 扮上后清吐了一口气 这便是险恶的人性啊 以后面对绝境之时 不要把你的背后交给不信任的人 因为说不定会有一把意想不到的剑捅进你的胸口 没有理会那名满脸献媚讨好的二品炼药师 药老偏头盯着消炎淡淡地说道 拳头微微紧了紧 消炎微微点头 这活生生出现在眼前的这一幕 让他懂得了许多 这个人 你想怎么解决便解决吧 我可不需要这种随从 缓缓地转过身 药老行到屋内 留给了消炎一句轻飘飘的话 点了点头 消炎微吸了一口气 脸庞之上竟然浮现了略微有些寒意的笑容 走进屋内片刻后 药老听的门外响起了一道沉闷的声响 微微点了点头 手指轻弹了弹 指尖生疼的蛋白火焰逐渐的消散 咯吱 消炎推门进来了 此时他的身上略微有点血腥的味道 见到药老望过来 消炎耸了耸肩膀微笑道 这种人留在身边 指不定什么时候会给你捅过来 所以我把他踢下去了 随意的点了点头 药老视线透过了窗户 望到了遥远地平面上出现的一片金黄 含笑道 哈哈哈哈 塔格尔大沙漠要到了 走吧 剩下的路程 我们自己飞行过去 免得飞鸟在降落之时 会因为那四名炼药师的关系 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骚动 耽搁时间 说完 药老身躯微晃 化作一抹豪光 钻进了消炎手指上的纳戒之中 而此时 那紧贴在消炎背后的紫云翼 也是嗖的一声 舒展了开来 微微晃地摔了山背后的紫云翼 消炎打开了窗户 静止 跳跃了下去 剧烈的风声 在耳边 飞速地刮过 消炎双翼一震 紫色的痘气逐渐覆盖身体 抬起头来 望着不远处 那正煽动着巨大雨翅的飞鸟魔兽 淡淡的一笑 略微停滞了片刻之后 飞速速度骤然提升 化作一道紫色的流光 迅速超越了那头飞鸟魔兽 遥遥的天空之上 紫色的流光 犹如追星赶月一般 瞬间划过天际 对着那耸立在一片金黄沙漠中的黄土城市 飞掠而去了 距离城市越来越近 一股股热浪迎面而来 微眯着眼睛 望着那几乎望不到边际的金黄地带 消炎轻忽了一口气 最后的修行之地 塔格尔大沙漠 终于抵达了 在到达城市上有几百米之外时 消炎飞行的速度 逐渐的减缓下来 身体微微一颤 背后的紫云液 便是发出一阵阵淡紫色的光芒 缓缓的收缩 最后化为纹身 贴在了消炎背上 身体在半空中 凌空一翻 消炎的双脚 稳稳地立在地面之上 轻拍了拍 在衣服上的一些灰尘 抬头望着那出现在视线尽头的巨大的黄色的城市 微微一笑的同时 也是松了口气 或许是由于接近沙漠的原因 这里的天气 颇为的干燥 颇为的干燥 预热 炙热的阳光从天空中挥洒而下 把脚下的大地烘好的不断散发着熏人的热气 那股子热气缓缓的升起 却使得人的视线出现了许些扭曲与模糊的视感 按常理说 在这种绝对算不得好的环境下 应该没有什么人会感觉到畅快的感觉吧 然而硝烟 却是有些愕然的发现 自从她的脚踏上这片土地之后 旗内流淌的紫火斗气竟然是变得欢畅了许多 微微惊愕了一下 硝烟伸出手 在面前空间抓了几把 撇了撇嘴 扮上后 方才恍然的轻声道 哦 难怪呢 这里的空气几乎百分之八十 都属于土属性与活属性的能量 是啊 由于地形的原因 塔格尔大沙漠最适合修炼 活属性功法与土属性功法的人 而你体内的紫火 更是一种炎日息息相关的特殊火焰 自然比常人感觉到敏锐一些了 在戒指里传出药老淡淡的声音 而这也是我为什么让你来塔格尔大沙漠修行的目的 这里条件艰苦 用来磨练人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天然场合了 微微的点了点头 消炎轻吐了一口气 拍了拍身上那件精美的 犹如艺术品一般的炼药式长袍 然后迈着步伐 对着那已经不远的黄土城市 缓缓的走去 逐渐的行进城市 周围的路人也是越来越多了起来 而这些路人 男子大多是赤裸着膀子 浑身皮肤泛着有黑 精干 一眼看上去 似乎颇为豪爽 而偶尔路过的女子 虽然皮肤同样微黑 不过呢 却是有些偏向性感的古铜色 这里的女子 并不像帝国内部的女人那般 含蓄娇羞 一套紧身的皮衣 只是刚好把胸部以下的一点地方遮住而已 那些纤细的腰肢 却是大胆的裸露出来 修长而紧绷的大腿 同样只被一些短短的裙子 或者短裤所包裹着 行走间 水蛇般的腰肢扭动着 别有一番迷人的韵味与风情 一路走来 硝烟呢 也算是大饱眼福了 他扎了扎嘴 抬头望着 那已经能够看见具体规模的黄色的城市 只见那城门上方处 两个硕大的淡红色字体 被雕刻在城墙之上 远远看去 竟然是有着淡淡的血腥 感觉 墨城 轻声念了一句 硝烟笑了笑 缓缓地走向城门口处 在城的门口处 十几名身着铠甲的士兵 正手持长枪吆喝着进城的路人 缴纳 入城睡 望着这些士兵不顾炎热 全副武装的模样 硝烟心中略微有些恶然 这里的防卫 怎么比黑炎城这种大型城市还要森严一些呢 或许是因为天气炎热的缘故 这些守卫在此的士兵也是被烦躁的天气搞得有些烦躁了 一道道毫不客气的贺骂声 不断地催促着城门处的路人 走向城门口 听着从那些士兵嘴里跑出来的贺骂 硝烟微微皱了皱眉 摇了摇头 然后静止走进了城市 在加马帝国呀 炼药师几乎是享受着贵族一般的待遇的职业 这些城门口的进城睡 同样是被帝国豁免了去 虽然一名炼药师也不可能在乎这点钱 不过呀 这个面子确实要的的确确 让所有炼药师们颇为的受用 嗨 小子 没看到这里写着 进城需要缴纳 望着那旁若无人 静止对着城内走近的萧炎 一名士兵眼睛顿时一瞪 然而在他的贺骂声音还未完全落下 视线便是瞟见了萧炎那身 极为精致的炼药师长袍 立刻倒嘴的骂声声声咽了回去 怒容变成了献媚的笑容 大人您是要进城吗 脚步没有止住 萧炎缓缓地走向这名士兵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然后与脚跟有些打多作的后者擦肩而过 自顾自的对着城内走了进去 嗯 尽到硝烟没有理会先前的得罪 这名士兵脸庞浮现一抹庆幸 咽了一口唾沫 连忙转身恭敬的喊道 大人 最近塔格尔大沙漠里的蛇人有些不安分 您若是出城 可得小心啊 脚步微缓 得到这个意外的消息 硝烟微微点点头 然后身形 消失在城墙通道内的黑暗之中 哎呀 妈的 差点就完蛋了 要是让上边知道 老子得罪了一名二品烈药师 不把我丢出去喂狗才怪了 哎呀 望着硝烟消失的背影 这名士兵才彻底的呼了一口气 抹了一把冷汗 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而或许是因为先前的一通惊吓 现在他呀 也是收敛了许多火器 不敢再胡乱的冲着进城的路人 大声的贺骂了 缓缓的走出有些昏暗的城墙通道 视线微微一亮 别具沙漠特色的城市建筑群 出现在视野之中 一撞撞模样有些古怪的房屋建筑 让得硝烟有些大开眼界 站在街道之上 硝烟的目光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扫过 片刻后有些愕然的在心中问道 老师 现在去哪啊 直接就去塔格尔达沙漠吗 照你这样在沙漠中一头乱撞 就算不迷失在沙尘暴里 也迟早会因为水源的缺乏而死在其中的 尴尬的笑了笑 硝烟干笑道 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沙漠呀 那我们接下来该干什么呢 先去购买一份最精准的塔格尔大沙漠地图吧 在这个城市里有专门出售地图的商店 这很重要 另外备好足够的水源 还有再跑一下此处的药铺 购买一些驱蛇的药物吧 塔格尔大沙漠里边的蛇人 最擅长的就是驱使毒蛇进攻了 小心点总没错的 准备好这些东西 今天便没有时间进入塔格尔大沙漠了 所以到时候便在城市中歇息一夜吧 哦对了 你手中的回气单也被用光了 这个东西可是修行的必备之物啊 不过还好 上次在魔兽山脉的小山谷里 采集了足够的炼药药材 今夜我抽空帮你炼制一批吧 等弄完这些明天一早 我们就进入塔格尔大沙漠 听着从药老嘴里传出的一项项事物 萧炎无奈的点点头 叹了一口气 顺手拉过一个路人 询问着出售沙漠地图的店铺 那名被萧炎拉住的路人 初始啊 脸色微有些不耐烦 不过当瞧到萧炎胸口上 那炼药师徽章之后 不但连忙收敛 极为客气的给萧炎指出了店铺的位置 在萧炎感谢告辞之时 这个人还颇为殷切的 把地图的价格大致说了一遍 与那名路人道了声谢 萧炎首长轻摸了摸胸口处的炼药师徽章 微微叹息着摇了摇头 不得不说呀 这个身份实在太好用了 心中感叹了一声 萧炎快速的转过街角 然后对着那名路人所说的 墨城最好的地图店铺 快步的行去了 在不急不缓地行走了半场之后 那名为古图的地图店铺 便是出现在萧炎的视线之内 目光在这个店铺外早了早 萧炎略微有些惊讶 这个店铺啊 不似别家那般的豪华张扬 看上去呢 竟然还隐隐透着许些古朴的气息 心中带着几分惊讶 萧炎缓缓地走进店铺 店铺里并不是太过宽敞的 两枚月光时淡淡的豪光 将店铺照得颇为明亮 目光在店铺之内扫过 里面来买地图的人并不是很多 冷冷清清的模样 让萧炎有些疑惑 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缓缓地走进店铺 萧炎目光瞟了瞟 最后停在了柜台后边的一位 正垂头仔细制作着地图的老者的身上 这位老者年龄显然颇大 不过虽然他已经满头白发了 可是呢握着绘图黑笔的干枯的手掌 却依然是稳健有力的 没有出声打扰这名老者 萧炎的视线在柜台上的大批地图上扫过 饶有兴致的拿在手中翻来覆去的看了看 地图上那清晰的路线 让他满意的点了点头 观看了一会儿地图 萧炎瞧着老者竟然没有结束的意思 抿了抿嘴 再次缓缓的躲着步子 来到店铺角落的一个古朴的木架之旁 这个木架啊 明显年代破久 其上布满着朽木孔洞 在他的上面呢 随意的堆放着一些泛黄的地图 看这些地图表面的一些残破的痕迹 似乎是制作地图时的失败品一般 手掌随意的在这些泛黄地图上翻了翻 一股淡淡的霉味扑鼻而来 微微皱了皱鼻子 萧炎把一叠失败的作品拿起来 手掌微微抖了抖 一张只有巴掌大小的残破图片 却是忽然从这叠失败作品中掉落了下来 并没有太过在意这掉落的残破的图片 萧炎在翻看了一下手中的失败作品后 便是无聊的把它放了回去 但放回去的时候 他的目光有些慵懒的瞟了瞟那小小的残破的图片 眼睛先是微微眨了眨 然后移动了手掌 骤然凝固了 这 手掌略微有些颤抖的小心翼翼的捡起这张破图片 萧炎忽然能够感觉到自己心脏此时的剧烈跳动 使劲的咽了一口唾沫 将残破的古朴图片放在手里 目光带着寂寞狂喜 半场后 仔细的扫视着图片上 那略微有些熟悉的神秘的路线 半场后 萧炎 缓缓的眯起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颤抖着 喃喃的说道 果然是他 朋友们 萧炎在这个地图商店里发现了什么呢 遇之后事如何 敬请收听 豆沫苍穹 第107回 欢迎加入小桑同学交流群 1050-81369 与桑子一起聊豆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